調酒師利用廚房常見的碗、筷子、綠勺等工具 以勤酒為基底調製出風味獨特的雞尾酒 邁入第八屆的大島勤酒節 今年以不懂酒為主題 顛覆過去對品酒的概念 以輕鬆隨性的方式 讓民眾體驗調酒的迷人魅力 其實因為酒對很多人來講 許多人比如台灣人他對Cocktail他都看不懂 他對勤酒也看不懂 所以我們今年大概比較顛覆了一個 我們對過去比較酷熟的一個概念 我們希望打破過去說 喝酒一定要很嚴肅 或者說一定要走到一個高品位 或高品價的概念 我們希望走的是一個非常平民 而且生活風格 每一天daily life一樣 就像在西班牙下午茶 其實你就是可以 隨時可以喝一個Gintone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走到 這麼樣的一個street跟風格 所以我們才會提名一個不懂酒 才能夠讓大家能夠更打破階級 打破框架來去理解跟平酒 然後理解Gin的Cocktail世界 那這次不久其實我們為了這個主題的Event 所以我們這次跟特別融入了很多很多小主題 那其中最大的一個亮點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一定要有非常專業的器材 才能做出Cocktail 那我們這次特別起黃龍輝寶哥來做一個示範 就是在家裡的鍋碗瓢盆啦 包含你每天用的飯湯匙啦筷子啦 其實都是可以拿來當調酒很好的工具 那其實就是一種打破框架跟階級 不一定要這麼的luxury去喝酒 你可以回到家裡也可以品味到很重要 你處於生命的一個F-style的醍醐味 活動邀請北中南知名酒吧主理人 在線上傳授居家調酒秘方與品酒文化 還有以女力為主軸的夜間客座調酒 以及在大稻埕街屋展出各種風味的請酒家年華 還有調酒大師風味講堂 大稻埕小吃搭配美酒的微醺午茶等 帶來結合文化藝術舞感的沉浸式體驗 這次大稻埕其實我們來到第八屆 那比較大的一部分我們顛覆以往 希望用不懂酒當主題 可以讓不同人能夠融入在大稻埕的歷史街區 然後重新去理解請酒跟人的關係 然後能夠打開所有的品味 還有跟文化之間的鏈結 比較特別的是應該台灣很少有一次 把這麼多棟超過十棟的歷史建築做串點 然後讓每個人可以走去過去的歷史 又可以在裡面享受非常modern 跟contemporary的cocktail 對 然後這是我們最希望能夠 促成的一個街頭的一個lifestyle的活動 其實大島我們指的是在台灣這個地方 對 因為其實請酒他1662年的時候 其實在全世界大航海時代就非常的蓬勃 對 我們很希望說用大島 是在台灣的精神去呼應世界 跟世界做一個請酒的連結 大島勤酒節結合大稻埕街區 為商圈注入多樣風情 主辦單位希望將品酒藝術文化 推廣至全台各城市老街區 讓更多人愛上台灣品酒文化之美 記者李奇會議台北報導 三點鐘